词曲 李宗盛 词宏盛 词宏盛 失恋过 就会知道被人疼爱的滋味 只想有你陪着 就算被捉弄也绝开心 天底下 也只有你能让我游戏游闹 没有你的岁月 想起来都觉得无聊 你思维跳脱爱产生幻觉 不作忽悠难以寻找平衡点 不识不懂可是那又怎么样 没有人比你更爱我多一点 你向左我向右总是无法通不走 你往前我往后谁满方态 但越这样我越是想要偷 偷牵着你的手 你向左我向右总是无法通不走 你往前我往后谁满方态 你的左手千万右手 才能幸福在每个路口 柏南最近是越来越不懂事了 尤其是恒生表哥来了以后 他每次都情绪反复无常 你以前也没这样啊 柏南本来就是个小孩子 豆豆你用点心哄哄他就没事了 娘 我哄他了 这两天哄了他 我都没有睡好 腰酸背痛 现在我都困死了 娘 其实我觉得那个简大夫 我真的没有那么靠谱 他帮柏南治了那么长时间的病 都没有什么效果 不如我们去外面 请其他的大夫给他看看 说不定就能治好他了 你说够没 跟你说过多少次 不懂的事就别管 你还是听不懂 我 我只是想不 不懂的事 不懂的事 知道错了就好了 你与其有时间 在这儿说三道四 不如花点心思在你们宫上 要让外人知道 沈家大少奶奶 连朵花都绣不好 丢脸的就不止是我们沈家 你娘家的爹娘 脸上也挂不住 是 娘教训得对 我会继续努力的 有待改进 好 苏兰 有没有发现 娘最近像吃了火药一样啊 天天乱发脾气 我以前只是听说 怀孕的女人最喜怒无常了 可是现在明明是你怀的孕 为什么娘总是乱发脾气呢 而且还天天冲着我发火 真是莫名其妙 好了好了 嫂子 你就别太往心里去了 有趣话说得好 与其生气 不如争气 你呀 赶快把这个牡丹绣好了 娘就不会责怪你了 我 我这牡丹绣得挺好的呀 你看 你看我这牡丹哪里不好了 这不是牡丹 不 这个像 像什么 像 像坨牛粪 恒生表哥 恒生表哥 你说我绣的像一坨牛粪 我就不信 你绣的会比我好看 仔细看着 真的假的 我 恒生表哥 这可是女工 你一个大男人 你怎么绣得这么好啊 我在西园子一待就是二十年 什么活不得自己操持啊 一些服装啊 制景啊 都得自己来处理 久而久之 就熟能生巧了 多多 你愿意学的话 我可以教你 真的吗 我娘刚才还说我绣得不好呢 你能教我的话就太好了 好啊 择日不如状日 那我就从最简单的 开始教你吧 你看啊 从这儿穿过去 在这里打一个结 这就是一针了 来 你试试 好啊 从这边穿过来 然后 你这样不对 打一个结 这样吧 我带你绣一次 你就一定会了 来 谢谢你啊 和声表哥 是这样吗 对 这样你看 从这儿 这儿 你手扶住 果然这样的针法 比我那个好看多了 你开吧 谢谢你啊 和声表哥 没事 穿着戏服上管子 然后 还把戏台当成床板睡 你们戏原子的生活好有趣啊 戏原子的生活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日子过得非常辛苦 大家不但要四处漂泊 而且还要几时间练功夫 练功夫 练功夫 其实大家都是这样苦过来的 不过苦过了之后 就会练一身好功夫 那恒生表哥 你岂不是功夫很厉害啊 你都能把扫帚弄成这样啊 你也试试 我 我可以吗 试试 我都没有练过 应该不行吧 我就说嘛 我没有练过不行的 你看 恒生表哥 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好 逗逗 自从我来了沈家之后 就从未见你这么开怀地笑过 你坦诚地告诉我 你在沈家过得开心吗 其实 沈家骗婚的事情 我早就听说了 逗逗 我很想替你打抱不平 讨回公道 无奈我只是个晚辈 无权智慧沈家的家事 不过逗逗 表哥向你保证 如果你不开心 想倾诉的话 可以随时来找我 我愿意做你 最忠诚的 倾听者 谢谢你啊 和尚表哥 我还有事 我就先回去了 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哎哎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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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 春莹姐姐她耍赖 春莹姐姐 行了行了 你俩别累着了 大大 你快把伯男带到房间去西巴里 好嘞 走啦 爷 和尚表哥 你怎么会突然在这里啊 都没有发出什么声音 我看这四下没人 你在这里美似天仙 就忍不住 想要近距离看看你 和尚表哥 请你放尊重一点 豆豆 你别误会 我 只是心里有些烦闷 想找你好好聊聊天 你也知道 在这个家里 也就只有你拿我当朋友了 最近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像你这么美似天仙 却嫁给沈柏南那么个傻瓜 就好像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每次一想到这里的时候啊 我这心里就不由得一阵痛啊 豆豆 如果你感到孤单寂寞的话 可以随时来找我 我向你保证 一定会让你快活似神仙 你明白我 哎呀 好大的一个龙鼠啊 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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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一个龙鼠 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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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得波东每次都说她是个坏人 哼 本来是无尸 下流 姑姑 这么急着找我来什么事啊 恒生 你来沈家庄也有好多天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 离开 姑姑你不是开玩笑吧 我在这里吃得好穿得暖 姑姑故障要对我这么照顾 我怎么舍得离开呢 不说那么多了 这些够你买两块地 贴两个丫鬟 安安稳稳地过完下半辈子 拿了钱之后立刻离开 别让我再看见你听见没有 姑姑 您这是什么意思 当我是穷要犯的是吧 你留在这儿图什么 你以为我不知道 快给我滚 姑姑 您这么急着赶我走 是不是怕我把十五年前 那场意外给说出来 姑姑你别着急 我恒生呢 只不过是想图个安稳的后半生 你别把我逼急了 要知道 这狗急了还会跳墙呢 您要真把我逼急了 保不起我就跑到姑丈面前 把十五年前不该说的事 给说出来 等到那个时候 你这冒牌的善夫人 怕是保不住了 你嫌钱少 开个价吧 至少也得这个数 五十两 五百 黄金 你 好 五百就五百 不过你得帮我做一件事 请姑姑吩咐 今天啊 我把各位请来 是有一件大事 要跟各位商量一下 承蒙朝廷器重 微昌侯爷要我们万宝斋 替太后打造的寿礼 我希望各位能够集思广益 提出大家的宝贵意见来 东家 我听闻这太后一向喜欢步遥 我们可以找一些能工巧匠 设计一个新颖独特的款式 再尽量搜罗一些色彩鲜明的 珠宝玉石点缀上 东家觉得如何 宫内有不少的能人意识了 若论新颖人 我们未必能集 至于步遥 太后固然喜欢 但我想她也应该 珍藏了不少的精品 东家 前朝存有一件金铝衣 不如我们也可以仿造一下 有大小一致的东珠 加上金线编制一件珍珠衫 送给太后 作为贺礼如何 这不太好吧 金铝衣华而不识 太后自奉节俭 这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光吗 爹 我听闻 皇太后笃信佛教 不如我们用白玉 打造一尊观音佛像 作为贺礼可好 这要好吗 太后礼婆是众所周知的事 但我想 为赠送佛像的人 应该会不在少数 爹 对 您忘了 大哥跟护国寺颇有渊源 如果到时候 能请动方丈大师 为这尊玉观音开光的话 那就别聚一格 与众不同了 这个点子好好好啊 东家好福气 二少爷精明能干 三少爷文武双全 这万宝斋 往后就靠他们了 公子啊 为了太后的礼物 您把大家召集过来 共伤打击 我们想破脑的呀 都没用 还是三少爷神机妙算啊 后生可畏呀 掌柜的 给我来壶酒 谢谢 紫棋兄弟 你还愣在那儿干嘛呀 快过来 将来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多想各位叔叔伯伯们请教 听见了没有啊 听见了爹 各位叔叔伯伯 爹 我还有事先走了 伯刚 伯刚 这个孩子简直是太不像话了 潇洒不羁 正是年轻人的本色 董家 就让他去吧 好 苏蓝 苏蓝你怎么了 你 你怎么吐水了 来人啊 来人啊 苏蓝吐了 苏蓝生病了 来人啊 来 苏蓝 苏蓝 你又吐了 来 怎么会这样呢 应该是害喜 这两天 我也吃不下什么东西 老是觉得恶心 可是你不吃东西 一直这么呕吐 这也不是办法呀 身体迟早会撑不住的 你不是喜欢吃成仙的那家梅子饼吗 我一会儿去买绣线的时候 帮你带一些回来 真的吗 嫂子 谢谢了 沈柏蓝 你帮我在这儿陪着苏蓝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我不 我也要出去 你乖 我让你帮我照顾一下苏蓝 听见了没有 我不要 我要去买冰糖葫芦吃 吃什么吃啊你 不跟你说话你听不懂啊 待着 不许过来 不许过来 你给我站住 回去 小金鱼 小金鱼 你们说神仙姐姐是不是太过分了 不只不陪博南玩 还老是骂博南 博南不喜欢神仙姐姐了 博南不要跟神仙姐姐玩 可是 有什么办法能让神仙姐姐继续和博南玩呢 对 对 能不能把自己藏起来 神仙姐姐就找不到了 找不到我他就会担心我 找到以后他就会继续跟博南玩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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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在这里水仙姐姐肯定找不到我了 爷 有东西喝喽 爷 爷 有好东西喝喽 爷 爷 爷 我跟你说了啊 有你最爱喝的西湖莲子羹的 莲子 爷 爷 你在吗 不行 为了神仙姐姐 不能不吃莲子羹 去哪儿了 莲子羹的 就尝一口 呀 这也太好吃了吧 死他吧 对不起了 尹珮男 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 冰糖葫芦 谢谢 很好吃的冰糖葫芦 沈珮男 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 奇怪 去哪儿了 沈 你怎么在这里啊 出去 出去 我的好妹妹 你嫁给沈伯南那么个废物 内心一定很空虚寂寞吧 你胡说什么 若是来好好安慰安慰 你放手 你以为本姑奶奶是好欺负的是不是 看我今天怎么好好教训教训你 你 你放开我 快放开我 放开我 好香 好香啊 宝贝 豆豆 你让我想得好苦啊 走开 今天 我就让你尝尝 什么叫鱼水之欢 什么 叫鱼飞之乐 你 你 美人如水 肌肤如玉 这么好的身材却嫁给了一个傻子呀 真是浪费 你 你 来 费病 诶 诶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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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谢谢 谢谢 请求你不要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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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跑 往哪儿跑 跑 哪儿跑 别跑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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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太不像话了 真是岂有此理 爹 娘 事情不是这样的 真的不是这样的 郭后生 你这个卑鄙小人 你居然敢轻薄于我 你 唐逗逗 你别再演戏了 分明是你先勾引我 你还想抵赖 你胡说 你 好了 好了 看看你们两个做的好事 把沈家的脸都丢光了 娘 您真的是误会我了 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是清白的 我是无辜的 娘 您一定要相信我 姑父 别听逗逗胡说八道 分明是他先勾引我的 你 师叔 家门不幸 居然闹出这样的事情来 我沈祖光 愧对沈家的列祖列宗 这件事情 还由您老人家主持公道吧 不是的 爹 我都还没有说完呢 真的不是这样的 住口 这件事情 是谁先发现的 是我 达达 你不要害怕 你告诉石太爷 你当时都看到了什么 我 我就是本来是给爷去送蛆蛆的嘛 然后就看见 然后你看见什么了 我 你说呀 我 我就看见他们 一身不整的在床上 爹 一身不整 不要说了 达达 我再问你 你进门前是否听到喊声 这个好像没有啊 好了 不要再说了 唐豆豆 我们沈家一向淡雨不薄 连渤男都对你言听计从 你居然做出这么龌龊的事 你真是让我太失望了 娘 你真的误会我了 我真的是清白的 是郭和生 他给我下了什么谜药 我就浑身无力 所以才没有反抗的 唐豆豆 事到如今 你怎么把所有的责任 都赖在我的头上 唐豆豆 我们俩当初相爱的时候 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呀 郭和生 我跟你无怨无仇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既然你不仁不义 就别怪我把事情真相说出来 石大爷 事情是这样的 我因为家境贫寒 所以才来投靠姑姑 在沈家本来就矮人意见 只有大少奶奶 对我另一眼相看 这样一来二去 我们俩就有了感情 你 再说大少奶奶 对沈家之前骗婚的事情 一直耿耿于怀 想通过我 把她带出京城 事情就是这样 你血口喷人 不要再说了 我和你故障一向带你不保 你竟然恩将仇报 你竟敢跟渤男的媳妇 发生奸情 师叔 你是我们沈家的大组长 怎么处置这件事由您决定 小萍 我看这件事情 要不就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吧 这么大的事 怎么能算了呢 都是你们平时把孩子灌的 无法无天 老爷 就听师叔的吧 按照沈家的家规 盼谷恒生和唐豆豆 这两个奸夫银妇 定门板进猪笼 投出去 是啊 师太爷 这 这太重了 豆豆他还年轻 还不懂事啊 不要说了 不是 不是冤枉的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公公 公公救我 公公 公公 你爱恨相信我 放开我 公公 公公 放开我 公公 公公 公公公 别 pivotal 孟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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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孟琳 孟琳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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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你们俩有私心不分情我怎么办 放开我 逃出去 推进河里去 都抬下来 我救你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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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原来老公 不想看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你竟然要杀人灭口 我做鬼都不会罚过你的 爹 我不会罚过你的 爹 爹 爹 不想看 让我求求你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爹 爹 我做鬼也不会 你不会罚过你的 你干着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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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啊 爹 神仙姐姐 爹 神仙姐姐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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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爹 爹 爹 快来救她 快 快来救她 爹 爹 爹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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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爹 不能 听话 快点上来 闹到他做头事 你来受到厨房 你快上来啊 爹 你快上来吧 石仙琴琴 柏南还教你了 石仙琴琴 柏南 你快走啊 柏南 不然你会明明的 柏南不走 柏南一定要救石仙琴琴 柏南一定要把石仙琴琴救出来 是柏南 你快走啊 快走啊 柏南不走 柏南要永永远也跟石仙琴琴在一起 我求求你了 快走 是柏南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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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少爷 快 大少爷在里面关城啊 大少爷 没有想到 关键的时候还是你救了我 神仙姐姐 神仙姐姐 你怎么哭了 没有 没有 我没有哭 都是柏南不好 都是柏南害你受那么多的苦 神仙姐姐 你不要哭 沈柏南 谢谢你啊 怎么会整两半了 三少爷 弥香手帕 弥香 大大 屋里怎么喝个这个东西 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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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南哪 他没事在房间休息呢 真是家门不幸啊 爹 是手帕有问题 手帕 我在大哥房间送药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手帕 手帕上有迷香 什么迷香啊 我在江湖上行走这么多年 这种弥香一闻便知 绝对错不了 没错 这确实是弥香的味道 闻久了会让人手脚无力 昏迷不醒 这齐味现在还残留在手帕上 看来是没少下呀 怎么说 痘痘真的是被冤枉的 真是想不到 这个畜生居然干出这种事 都是我不好 我不该引狼入室 差点害了痘痘 不 我也有错 不 我只顾着沈家颜面 害了痘痘 往受冤枉 万一痘痘有个三长两短 我们怎么向唐夫子交代 娘 爹 娘 婆娘 我那没事吧 婆娘 你怎么出来了 我看到那个坏人欺负 神仙姐姐 我亲也看到的 这 师叔啊 你看这件事该怎么办哪 我老了 不中用了 祖国 你帮我向你儿媳妇排个不是 我该回去了 没想到啊 沈家居然养苦为患 未查明事实 差点就害死了痘痘 老爷 当时事实俱在 由不得人不信 这又怎么能怪你呢 如果真的要怪 就得怪恒生那个畜生 他是鬼迷了心窍 竟然做出这种事 虽然事出有因 但我毕竟没有听豆豆的辩解 任由世叔以家归处置 我的确是太草率 太不应该了 爹 娘 您别说了 我这就带豆豆离开沈家庄 什么 你要带豆豆去哪里啊 不管去哪里 总之豆豆不能留在沈家庄了 不行 沈仙姐姐不能走 大哥 大哥 爹 娘 你们也不想想 豆豆才嫁到我们沈家多久 先是有人放火想烧死他 至今还未查出真相 现在 有出这样的事情 如果豆豆再留在沈家庄的话 早晚难逃一劫 无论如何 我都已经决定了 我一定要带豆豆离开沈家庄 博冈 你可不能胡闹啊 老爷 我们这次确实对不起豆豆 博冈说得对 既然我们没能力保护他 不如送他回娘家吧 博冈 你不能带沈仙姐姐走 博冈会保护沈仙姐姐 谁都不能带沈仙姐姐走 大哥 博冈 不能 不能 好 爹答应你 爹答应你 别生气 别生气啊 博冈 来来来 来 来 博冈 博冈 你自己都看到了 你大哥他根本就离不开豆呢 你这么做 会害死他的 爹 沈仙姐姐由我来保护 博冈 我是大哥 你要听我的 谁也不能带沈仙姐姐走 大哥 爹 您找我 多多啊 都怪爹一事大业 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就 真是太委屈你了 爹 只要您相信我是清白的就够了 反正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 你也不需要太自尊了 那就好 你真是我们沈家的好媳妇了 你把身体赶紧养好 养好之后就到万宝宅帮忙吧 店里都需要你啊 没问题 好 那爹我先回屋了 你去吧 嗯 你去吧 嗯 哎 哎 这儿大哥 你刚刚说 谁要被进猪笼 沈家大少奶奶呀 你不知道吗 哪一个沈家 还有哪个沈家 大人是万宝斋的东家吧 豆豆 这儿是万宝车的东家 最后面的那个地方 牛奶奶 太公分了 马上的小产 我才不想 merk 黑牛奶奶 小阿姨 明天是吧 让我认识 哪圈奥 那哪儿 我不是那儿 身体可是很健康很舒服的 为什么嫁到你们沈家之后 就会不舒服了 这 当然了 被扔在水里那么久 哪会舒服 好人都会被淹死了 对不对 靖家母 你误会了 豆豆只是受了点风寒 现在已经没事了 怎么没事 锦竹龙可是丑事来着 整个京城都知道了 对了 我们来了这么久 豆豆到底在哪里啊 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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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不是把人给淹死了 不不不 没有没有 豆豆没死 豆豆没死 她只是受到了惊吓而已 歇个两天就不会有事了 什么 这么说 真的像外面所说的 豆豆被你们沈家进了猪笼 亲家 是我不好 我不该相信我那侄子的话 是他对豆豆的美色动了歪念 不过这件事已经查清楚了 我和老爷都会补偿豆豆的 你们放心吧 我们不会再让豆豆受委屈了 是啊 是啊 怎么不受委屈 茶家死了还不够委屈啊 你怎么说我女儿不甘不敬啊 因为我们家里求 求人家就没有好孩子对不对啊 相公 你说句话呀 沈庄主 把我女儿叫出来 我现在就带她回去 唐夫子 你听我解释 谁在说 爹 娘 你们不要再闹了 豆豆 豆豆 她没事的 走开 豆豆 你怎么样啊 我们来接你跟我们走吧 娘 我不想走 废话少说 快 带豆豆回家 娘 你听我说 唐夫子 唐夫子 你听我说娘 爹 爹 你听我说娘 爹 爹 你听我说娘 我求求你不要走 你 你怎么出来了 你快进屋去 你快进去 我不去 神仪姐姐你不要走 大妈 我 大叔 我求求你不要带神仪姐姐走 我会保护神仪姐姐 不让她受到伤害 我把我喜欢的东西都给你 都给你 都给你 我求求你不要带神仪姐姐走 你 你 你到底是谁 我必须 我是沈柏南 你们沈家也太卑鄙无止了 居然把我们家闺女 骗入你们沈家 你们还是人吗 唐夫子 你听我解释啊 别说了 我们宫城上见 爹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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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禀大人 草民堂有权 今日要控告沈家庄主人 沈祖光骗婚 沈家找人冒充新郎 把我们家闺女斗头骗入沈家 说好了 是嫁给一个状元秀才 可是谁承想 我家闺女 嫁给的却是一个傻子 这还不算 沈家 还滥用私刑 他们不分青红皂白 就抢我们家闺女 禁猪笼香逆死 大人 就算是小猫小狗 尚且不能轻易缺其性命 我家闺女 可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哪 乡亲们 你们都是有儿有女的人家 如果有人这么欺负你们的孩子 你们能容忍吗 沈大人 绝不能忍 绝不能忍 苏武京 大人 大人 草民恳请青天大老爷 为草民做主啊 沈祖光 沈祖光 唐有权说的 可是事实 是 这么说 你承认了 事已至此 草民也无话可说好 回大人 唐逗逗的确是一个 又聪明又懂事的好姑娘 是我们沈家亏待了她 不管今天是如何判决 我们沈家都会欣然接受的 传沈伯南 沈爺姐姐 放肆 大哥 你们两个谁是沈伯南 回大人 学生沈伯刚 这是我大哥 沈伯南 我是沈伯南 我是沈伯南 沈伯南 你竟敢在大堂上这么放肆 你是谁啊 你对我这么大声干吗呀 逗你小子啊 见到本府竟然不跪 还敢问我是谁 来人 且慢 大人 我大哥是秀才出身 你不能动行 就这样子 还能进学 我大哥当年 是出了名的江南神童 七岁不到就入学了 只因一次意外 摔伤了脑袋 才变成今日这副模样 沈伯刚 这里没你的事 退下 大哥 沈伯南 本府问你 你和你的妻子唐豆豆 感情如何 豆豆不是我妻子 豆豆是神仙姐姐 伯南最喜欢 跟神仙姐姐玩了 你不是什么妻子八子的 你连妻子都不明白 这段婚姻怎么维系 沈庄主 看来你们沈家 却有骗婚的嫌疑 本府说得没错吧 豆豆我们回家吧 别理他 走 放肆 沈伯南姐姐 他干嘛那么凶啊 你那么大声干嘛呀 我带神仙姐姐走 有什么不对啊 我能 安静 安静点 你了不起啊你 我去哪 擦肩儿故事 不想看見你 無名之 有陌生的表情就算在堅持著 不過命運思念還有什麼意義 我好像從明天開始忘記你 你的愛像流星劃過後卻沒了蹤影 可明天來臨要我如何放棄 怕只怕會一天一天我等著你 我好像從明天開始忘記你 你的愛像流星劃過後卻沒了蹤影 到明天來臨之前可不可以 回到昨天不要再相遇 我好像從明天開始忘記你 我的愛像水輕破碎風只剩下淚滴 在天亮以前最後一次想你 明天以後不要再相遇